Hello 宇婷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宇婷一开始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宜兰 我在宜兰有成立一个莫克里创作工坊工作室 然后在疫情爆发之前 我开一个复合式的人文艺术咖啡馆 也是将近五年的时间 好 那我们是不是先从你个人的美工背景开始介绍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所以在父母就在希望说 小朋友应该都是要考一个公理的高中 或学校来读的时候 我一拦绝拦就偷偷跑来台北 去报名参加美工科 是有先在职场吗 职场没有 就是一般来说我都是半工半读 就是一边读书 然后一边打工 然后支持自己的学费这样子 还有生活 你有曾经在职场上工作过吗 有啊 我大部分就是在伊朗 或者是一个美商公司 都是进口一些艺术品的公司上班 然后这样百货公司 就是那个瓷器啦水晶啦之类的 然后你自己有创作吗 创作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想法 那是说后来觉得说工作到一段时间 觉得说不能满足自己现在目前的一些期望 所以后来就是开始呢 跟朋友一起合作 在我们SARS的期间是2000年嘛 那时候就朋友说 你有美工背景啊 然后你又会设计 不然我们来设计一些小饰品 我们就是在那个电视台 那个去买买看 就是购物点 电视购物啊 去买买看 因为大家现在都不敢出门嘛 2000年那个时候SARS 大家就是说在家里购物 OK 那时候也是搭上舒服工车 然后就开始呢 走上自己就是创作的路途 你那时候创业是有对职场的 有一些怨倦吗 还是纯粹就是朋友邀约就尝试看看 那应该是傻人有傻福吧 那时候就是说想说朋友在创业 然后他刚好提起 我有这个美工的背景呢 大家就试试看 现在没想到说 我们仪式呢 就有卖出非常好的成绩 那我的作品呢 一次就就是被那个电视台呢 收购500组 你们那时候怎么分工啊 分工的话就是一个是做设计 然后一个是做美编 然后一个就是那个产品包装 那你就是设计的部分 对对对 然后你讲500组 可是你东西不是都手工的吗 那怎么样做到500组 就是说我们今天打样一件产品 然后但是呢 我们的宝石是天然宝石 所以他每一组的宝石 然后都不可能是有一模一样的设置 那但是就是说设计的款式来说 是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就是打样到那个电视台嘛 然后就跟他们主持人啊 还有制作人啊 就是一起就是说 看这件产品 是不是适合在电视台买 设计的款式是一模一样 但是里面的天然宝石 当然纹路就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用天然宝石 它有一定的能量啊 然后还有就是说 更结合星座啦 生肖啦 当初在卖宝石的时候 其实他们电视台主持人 对这方面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所以等于说我们在就是开会的时候呢 是由我跟我们的伙伴 然后一起去教导 就是说主持人说 该怎么样去 强调这个款式的设计的理念 还有它那个宝石的能量 可以带来 我们心理上啦 精神上啊 有什么样的那个一起共和 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呢 就是一个小宇宙 这小宇宙有时候缺乏不同的能量 那我们就是用天然宝石的天然的能量 然后去弥补我们小宇宙的不足这样 所以你们不是卖所谓的高单价的宝石 饰品就是伴宝石类的 就是比较平民大家能够接受 然后用能量这样的观念来包装 然后再加上你文创的设计就对 对对对 然后就是整个包装啦 还有它的形象啊 就是说我们就是用 比较专业的一个形象啊 然后去卖 而不是说啊 这个买一个送一个 买一送一个 不是叫卖型的 对对对对对 对我记得十几年前 那时候蛮流行水晶的 好像那时候就是大家研究水晶的能量 然后不同的水晶 也有不同的那个波形 对对对对 所以相对的说 因为像比如说最简单的 我们手机里面是个晶片 那晶片来自于哪里 就是我们天然的水晶啊 所以它的能量 它的频率啊 是传送到最远的 然后相对的 像很多人就长期会 因为就是文明病嘛 就是会失眠啊 睡不着多梦啦 那相对的 它也除了说 在宗教上 寻求就是精神寄托之外呢 然后水晶啊 或者是宝石类的东西啊 就是它们最常佩戴在身上的 嗯 我还要买过水晶枕啊 碎碎的水晶 然后放在那个枕头里面 这样子 强盗可以安省 对对对 安定脑波啊 然后什么增加睡眠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就是说 也是其来有之 不是说我们就是做生意的 然后就是怪力难损去说的 所以相对的说 我们在精神上 还有身体上 可以得到 从我们的天然的矿石中 得到一个弥补的力量 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 自己去找一些原矿 宝石来做设计就对 加工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才去学很多相关的证兆 对啊 因为觉得说 我画一个草图 请师傅设计 然后当然有时候 我们设计理念 跟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有相违背的地方 就是你嘴巴讲的 跟他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最后你就受不了自己下来做 对所以后来 后来我就是把我自己的那个专柜啊 我先放在一边 然后我就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啊 我去学金工 嗯 就是在我们那个基隆的资讯局 然后我觉得还不满足 因为虽然说很早就接触 保持的一些销售的方式 但是我还没有一些 很正统正规的阵兆 不是本科就对 对 就是半路出家型的啦 是 所以你又回头回去做 考那个宝石鉴定 对就重新从头就是砍掉号重链的概念 就是从金工啦 还有我们美国GIA的AJP的执照 就是宝石鉴定执照 然后再来就是珠宝绘图啦 之类就是相关的 呃就是一些证照啊 然后我都去考一遍这样子 所以你入行算是比较早对不对 因为早期大家不太看得上这种平价的宝石 大家都追那种高单价的 或者是追钻石 没有人想到说经过这个艺术家的巧手加工之后 他会变成高档的艺术品 因为相对的是早年因为人家说的台湾金比较薄 所以大家会买宝石啊 他相对他想要要求是宝石 对 就是说我这个钻石我买了 以后卖还可以卖钱 买黄金还可以卖钱 对不对 还可以换现金 对对对 但是就是扮宝石啊 那时候推的时候 其实还蛮辛苦的 嗯 大家看不上 嗯 那后来就是经由巧手 我们就是用设计的方式 然后结合那个宝石能量学 能量的一些说法 然后慢慢的就是 大家除了饮食之外 还可以接受 哎宝石的东西 其实带在身上除了好看 然后结合一些能量之外 然后我们还可以结合我们个人的品味 然后去选择我们要带的手势这样子 所以像玛瑙他也是扮宝石 对不对 嗯 对 玛瑙就超级便宜的 便宜是因为他在地球表面上 他的产量是最丰富的 但是也有一些像马达加斯加 他的特殊的产地 他有产一些风景石 就是风景玉水 那个那个纹路啊 看起来就非常漂亮 就好像我们的山水画一样 那个部分的话 他的价值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对啊以前我买那个马呢 他砍一半之后把他们抛光 这样很漂亮才几百块钱而已 对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要原况 你就是说去一些就是风景区啦 或者是说一些保湿产地啦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卖一些原片给你 但是就是跟设计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好那你这个后来又进修了很多相关的征兆 从此就一路顺遂吗 没有耶 还去当了八年家庭主妇 是因为小孩吗 对对对对 所以就停下来 对对对对 但是工作还是有在做啦 还是有在做 可是你这个加工设计在家也可以做啊 有有有我们有开店面啦 那时候在内湖幸运街 我们也是有开了一家店面 然后就是一边带小孩啦 一边就是开店一边做生意 然后一边做设计这样子 那相对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也在做教学了 所以那时候的创作能量虽然慢一点 可是更持久就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主要是重心就带小孩嘛 嗯嗯嗯 然后现在就小孩大啦 那我就想说 其实现在的一些消费形态啦 还有一些必须要走出国门啦 所以就是有考虑说 到国外去做展啦 因为之前都是在国内做展览啦 做教学的动作啊 所以你已经走到艺术家的层次了 没有啦 不敢说 我们还是就是还是要再努力 因为就是参展或比赛嘛 就才能够提高自己的见解啊 或者是档次嘛 那以前纯粹就是做好设计就卖掉嘛 对对对对对 但是会把一些比较国际的设计的元素啊 融入在里面 然后再加上我们个人的风格啊 这样大家才会说 一看到你的作品就想到这是某某某做的东西 而不是说啊 这就是一般的流行视频而已啊 是不一样概念 不过好的设计真的要学很多那种创作手法 对不对 应该是要说 复合媒材的一个结合 多看多学 多看多学 多尝试 你才可以走出自己的一个风格 对啊 因为我看到很多这个半宝石的设计 还加了很多这个金工嘛 对对 所以等于金属的这部分你也要去学习嘛 要啊 就是金工的话 我一般来说 我们金工就是想说的 有K金嘛 对不对 还有银啦 铜啦之类的啦 然后我现在呢 又把教学的部分 然后加入了一个叫做金属线编织 对 金属线编织它这个东西呢 它就在百年前啊 就是在欧洲的皇家 他们就是用编织的方式 然后让作品啊 更呈现一些精致的那个造型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教学当然不可能是用K金线啊 对 我们就是用银线啊 还有镀金铜线啊 然后来做一个设计的理念 这样子 不过随着你东西越做越精致 然后层次越来越多的话 是不是你的投资就越来越大 那一定的啊 就是你的库存 这个不要再说了 我每次啊 我每年啊 在家里把柜子翻出来的时候 我想说 天哪 怎么还有这么多东西 一箱一箱啊 然后一盒一盒的东西啊 做的永远比卖出去的多 那一定 因为在家就一直设计 一直创作 肯定如果是设计师或工艺师的话 他们现在听到我们这一段话 应该是点头路倒算了 可是你创业这样也是20年 有将近的 对 从摸索啦 尝试啦 然后到定了自己的风格之后 然后再慢慢一路这样子 然后走过来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这个设计的高峰 是不是前几年在大陆的一些参展的比赛 有得到一些肯定 心得是最多 对 那时候还蛮感动 我第一次出国的话 是跟我们那个设计师协会 一起到那个法国巴黎去参加 那个万国博兰会 然后也是蛮开心的 就是我其实觉得一路走来啊 不是说自己能力有多好 而是我身边都很多贵人 或者说前辈们 然后都愿意去提醒你 去给你机会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你有这些贵人缘 因为很多艺术家都会彼此长思啊 或者是说他是同行的竞争对手 有时候大家不太会掏心掏肺的交流 你觉得跟你个性比较有关系吗 应该是撒大姐个性 所以大家喜欢你 应该是这样 就觉得我比较没有什么撒伤力吧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一起来啊 雨婷一起过来啦 我就说 因为毕竟我脸皮比较好 比较不怕吵枫 真的艺术家有时候太精明 大家反而会对你有防备 你怕去就会逃亡去 所以就跟你不会交流的太清净 应该是多多少少都有这一层面在啦 但是觉得说你愿意就是 敞开心胸跟人家做朋友 或者说你在这一行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你愿意去交流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好我们先岔开一下 讲一下你这个莫克利咖啡 虽然已经收了 可是也陪伴你五年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开咖啡馆 重点是我爱喝咖啡 然后我为了要喝好咖啡 我还专程 那时候住那一湖 我还专程坐车到景美去 找咖啡豆 不是找老师学 怎么样去品咖啡 怎么样去煮出一杯好咖啡 甚至于新竹啦台北啦新店 到处去问那些烘豆的老师 你一个好的那个豆子 你要怎么烘 然后时间 还有是说他的品种 我们要怎么去筛选 然后我们要怎么用眼睛去看去闻 然后才可以得到一杯好的咖啡 在你面前 所以喝咖啡就是你的兴趣 然后你就找老师研究 那最后为什么会有那个开店的契机 因为我觉得喜欢艺术品 喜欢创作的人 应该也是爱喝咖啡爱喝茶 所以我就觉得说 人文艺术咖啡馆应该可以 有这个概念 然后把它就是结合在一起 这样子 我有在想 你是不是也想顺便卖你的这个饰品 可以摆在咖啡店里面 给发现 喝咖啡就顺便挑两件种 你看你喝咖啡的时候 还可以欣赏一些好的东西 美好的东西 我的概念就是说 美好的东西 就是必须要结合在一起 对 所以这五年有成效吗 我觉得效果蛮显著的 譬如说 我们喝个一百块的咖啡 可是 带走两千块的饰品 对 就是这个概念 而且重点是 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你能够跟客人聊得更深入 对 然后他问的细节 你都能够解答 那如果一般的店员 他不了解这么多 客人可能也不会心动 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做生意不一定是打带跑 你可以坐下来一杯咖啡的时间 可以慢慢跟他聊你设计的概念 你开这家人文艺术咖啡馆的想法 还有你的理念 虽然我们不是那种很顶端的 天花板的设计师 但是他们愿意去倾听 你的设计概念 或者你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收获 是客人也会给你一些回馈意见 就激发你设计上的灵感 因为他可能就会问一些外行的问题 可是那个外行的问题 也许会点破你设计师的一些迷失 对 这边为什么不这么做 你就会对啊 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我觉得设计师 你不应该是高达上 而是你要去请盯你的客户 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需要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你后来是不是也有开始 接触所谓的客制化 有 就是他想出他的想法 你就帮他成型就对 对 而且客人就是说回馈给你的事 他很喜欢 甚至于我最近接到一个 就是一个大姐一个客户 他是喜欢到连睡觉 通通带在身上 全身都是 然后还反途跟我讲说 怎么办好喜欢 我甚至于喜欢到都带着睡觉 然后你真的是开心到后 虽然不是说很之前的东西 可是客人给你回馈是说 他很喜欢你的作品 虽然不是什么很贵重的珠宝 但是他会觉得说这样子 对他来说就可以让他开心一整天 那对我来说我也是很开心的 对平价宝石还是有他的这个魅力 因为一般人不可能买一个很贵的钻石 天天戴在手上 可是如果是半宝石 有时候掉了他也不会那么心痛 对这个就是重点 因为其实珠宝除了可以宝石之外 然后他还可以就是说凸显你个人的生活品位 还有风格 对风格 他就是说搭配你的穿着 因为每一个人的穿着风格是完全不一样 就像你现在穿着 就是可能我今天穿个洋装 我就搭个很简单的毛衣脸长脸 然后就是珍珠是我们夏天最搭配 最轻松的款式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我的客户层 他们就是对生活品位 还有说对衣着穿着方面 他们都有自己的要求 所以你是不是也有接到一些祖传的 这个宝石拿来给你改 或者是增加设计 有啊 之前还有客人说 我这祖母绿啊 我增长多年 对对对 增长多年 然后我女儿现在长大了 老婆也要 对对对对 做嫁妆 然后老婆也要就是设计一个 就是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然后我就帮他设计一系列 这小女生有什么样的个性 或者说他们的长相 还有他们的想法 他们是不是比较成熟 或者是可爱型的 我都会询问清楚 因为每一个个性 然后不同 他喜欢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 像这一点 然后你就是必须要让客户去知道 而不是说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 不拎不拎的箱板转 这样子才出现大气 或怎么样子 甚至于可能说 有些客户的太太就说 这太贵重了 她舍不得带 舍不得完蛋了 又放在保险箱里面 所以我就是把竹母粒设计成 就是很简单 但是有造型 而且就是说 一般我们出去 姐妹 闺蜜 姐妹陶 出去喝下午茶 你要引开话题 怎么引开 就是设计 你今天戴着项链好好看 独一无二 对 你这个鞋子 是谁设计的 很特别 跟一般看到的珠宝都不一样 所以他就不会像衣服 撞衫的那种尴尬 所以每一件都是自己 独一无二的设计 我期许是说 自己可以听到客户想要的东西 然后我可以把它换 就是把它做出来 然后让他们就是爱不释手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好 那后来这个去年疫情 你是怎么样忍痛 决定要收掉 这个五年的人文咖啡 是因为疫情太严重了吗 真的是还蛮严重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大家风声喝里 可能就是搞到说 要封城了 什么东西的 其实咖啡馆你开着 客人也不上门喝咖啡了 买个咖啡豆 就回家自己磨自己喝 那变成是说 在家里的经济 反而会比就是说 出来消费的能力来得多 所以就是我也要去改变一下 自己的一个心态 你守着一家店 客人不上门 对不对 开销都永远在 小孩的花费也在 那我要怎么去平衡 这个开销 还有我的就是设计的东西 要怎么样去结合我们很现实的环境 这些都是开源结论 就是我那时候想要去做的 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就转型成所谓的这个直播主 就把家里的一些库存他出来 加减喊一喊 然后反正就加减卖这样子 有啊 那时候也想要做直播 可是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是一个人嘛 然后那时候出去出国 我们去做展览 也是一个人啊 或者可能就是搭配一些 就是可以出国一起去 就是做展的partner 那我在家里只有一个人 那时候小朋友还小啊 就是想要做直播 可是我的理念是说 你做直播 你是要把你的设计 融入在你的作品里面 而不是说这个很便宜啊 东西啊 就是怎么样子 就是好像就是大批发 大卖场那种概念去做 就不是像那种海鲜叫卖 海鲜叫卖一定要 那个也好吃 所以你就是要好好的去表达你的理念 让真正欣赏你 而且因为你每个东西可能都只有一件 所以到时候就是可能做直播的效果 就比较不脏 就没有办法像人家说 经济消息说 我就把一件作品拿出来 我就可以卖十个二十个 一百个两百三百个这样概念 他可能就是一种个人品牌宣传 可以好好的讲清楚 你这一件东西的独特的设计理念 那也许卖掉就那么一件而已 对 所以后来还是觉得说 我们用平面啊 就像FB啊 LINE啊 去秀自己作品 然后再来呢 就是加重了教学 这个时候去天天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加重我教学的这个部分 然后就是在资讯局啦 还有职业工会啦 开课就对 开课对 但是男生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做法会比较持之遗恨 女孩子说啊做到一个辛苦面说啊我的那个美甲断掉啦 然后我的指甲花啦 我手指头受伤啦 可能就是他们就只是捏捏完完 就接下来就没有办法持之遗恨 所以还是男生比较耐操就对 比较持久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他就是呃怎么讲 他是非常爱上金属线编织这个东西 因为他家里很他早年也是买了很多宝石像大哥一样 然后买了玛瑙 我买了什么天珠什么东西 收藏很多 对收藏很多 但是他就是堆在家里的橱窗里面 他也不知道做什么 但是他来上我的课之后呢 他把他一整个柜子的裸实 加工 加工满满的 那时候他反处给我的时候 看他两年内 他就是学到现在大概有第三年了 他整个橱窗全部都是他自己的作品 他就是把一个平面的东西做成立体的 像比如说龙啊 蝎子啊 蛇啊 增加一些造型就对 对对对对 他就把宝石镶嵌在里面 做出他自己的风格 然后甚至于我一个学生啊 他本来也有学金工 但是后来他学了我的金属线编制 我一直很鼓励他 因为他的金工啊 还有时候他的设计也很棒 他常常画图给我看说 哎老师这是我的画图 我的那个创作 我的设计 你觉得好不好 然后我就很鼓励他 去考金工执照 然后呢 就是介绍我们资深的金工老师给他 他也如期考到我们的金工以及执照 然后呢 甚至于呢 因为前辈的介绍呢 他研聘到香港跟意大利 做设计师 对 没错 哦你知道吗 余有荣焉呢 那种感觉很好 我觉得很开心 等于你是他的启蒙老师 也不是也不能这样讲 而是说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去鼓励他 然后帮他找路子 但是他愿意辞自己去做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讲这种先天的资质 也许你一开始会占一点优势 可是到最后你跟别人的距离 还是要靠勤劳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一件事你相同的是 然后你重复做 你重复做到后面呢 你一定都是变成专业 就跟你做20年一样 你一直做20年 我都很坏 像大家都知道我年纪了 一直强调20年 对啊 那其实我们今天现场 也有带一些作品 我们是不是先从一般的 这个饰品开始介绍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这个都是随身带在身上的吗 对对对 像我们就是夏天到了 我就带了一些 比较清凉的一些作品 像这个戒指 它就是一个玫瑰花的造型 金属编织 对金属线编织 它这是用一根那个银线 然后慢慢 对对 这一个作品呢 我在职讯局教的话 学生呢 人家花八个小时工作 就时间 然后去做完成 你看 它连就是戒围啦 玫瑰花的造型 然后全部 还有那个上面的竹竹 全部都是自己 全部手工完成 我们完全没有买零件 它是一条线 全部编出来 是可以组合的 不同部位 对不同部位 然后但是都是一个 就是一条线 去把它做出来 然后呢 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相对的 这个是要 就是要有耐心 然后还有毅力 这毅力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 拉线的时候 手很痛 所以它不是那么软 对 它还是有一定的硬度 所以是用手还是用钳子 都有工具啊 基本的工具 我们就是三件组的 就是钳子啊 圆钳啊 还有那个鞋剪钳啊 这些东西是基本的 再来就是说 工具的运用很重要 因为你在弧度的时候 你在做弧度的时候 不同的钳子 对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用手 就可以去把它 拗得很完美 所以这个时候呢 工具就很重要了 嗯嗯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说 哎 我们这个贝壳 贝壳这个部分啊 有没有 有没有很夏天的感觉 就是去海边捡块贝壳 然后加工 别啦 别这样 因为其实贝壳 我们原况就是我们 催手可得 可是我们要把它 做成一件饰品啊 可能就是要 就是大家的巧思 还有设计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很多学生跟我说 老师怎么那么难 我说一点都不难 你只要重复去做它 它就会变成一个 很美丽的一个作品啊 所以你的设计 就越来越快了 对吧 看到这个圆形 就大概马上能够想出 怎么可以增加它的造型 对 然后就是我们手上 有什么样的就是 宝石啦 半宝石 然后你都可以结合 像这一个有没有 我们黑色的 黑色的玫瑰花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单调 然后我就结合蝶背 白色的蝶背 然后红色的珊瑚 把它画融点睛 然后做成一个 很精致的一个胸针 然后胸针的话 我们后面 然后这当然是买现成的啦 但是我们这个 这个编织呢 也是一样 我老师当然是会比较简单 就是说 我大概可能就 四到五个小时都可以做完 可是学生的话可能就是 慢慢去摸索 他可能就是花七到八个小时 然后慢慢去完成 这个价值不在于说 你可以卖多少钱 而是说 你细心把它完成的时候 那种成就感 然后是很难去用金钱去衡量的 对 无可取代的那种成就 对对对对对 刚刚讲那个贝壳 它金属跟贝壳的那个接点 它是用黏着的吗 还是没有 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用包箱的 包箱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比较大 就把它包覆住就对 包覆住以后呢 我们就是用设计的巧思 设计巧思最怕砍进来好 把它固定起来 然后它就不会晃动了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说 我们在架构方面 就好像我们在盖房子一样 然后我们作品也是一样 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要怎么把它固定 然后怎么把它完美呈现 因为越简单的设计 你就是要把线条全部收完 全部收起来 所以相对的话 它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自己去设计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 创作的概念 所以不是有特殊的胶水 什么都可以粘在一起 没有啦 我们的东西其实就是说 在设计的饰品来说 我们有一般的 就是说普罗大宗的饰品 那可能就是说 要加速说 它的东西加工快 然后用很便宜的价钱卖出来 但是我们这是强调手作 手作怎么讲呢 你看这个东西 如果是说 我们就是组合的话 外面可能就是一个戒环 铁的戒环 或者一朵玫瑰花弄压膜 焊起来或者是说 粘起来就可以了 可是那种东西 就是可能是说 你带了大概一年半年 你就不喜欢了 可是这个东西 你可以保存一辈子 而且重点是自己做 那种感情不一样 那种 然后重点是说 我学生做完之后 你知道吗 他就去秀给他的家人 朋友看 你看看这个是我做的 他就说 哇 这你做怎么那么厉害 你知道吗 那个话题就不一样 那个成就感就出来了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很多男生会去学这个为了做东西送给女朋友或老婆 有 我曾经遇到一个男生前人节的时候 他说我要做三个戒指 他有三个女人要送 我没有说 然后我就笑说 是不是要送给妈妈啦 女朋友再来一个是妹妹啦 然后就很尴尬的笑了 那个是题外话 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客人他可能会在固定的一个节日里面 他可能就是来做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 然后女生通常都是做送给自己 那一定的啊 没有做给男生 你想想看 自己做完了 然后戴在身上 然后就说 你这个项链好漂亮 你这个戒指好漂亮 说我自己做的 然后说真的还假的 你怎么可能会做这个东西 就相对的说 对他自己来说 他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是说 朋友会欣赏 然后人与人之间又多了一个话题 可以聊这样子 所以你在拿到一个原石或原矿之前 你要设计之前 你是先对着他 然后放空 然后去想象 他的那个样子嘛 才开始动手 对没错 因为一般来说 一般的设计不可能是说 你设计好才去扫石头 应该我们就是 拿到什么做什么 对 先用什么样的宝石 我要有什么概念 我要赋予他什么样的灵魂设计 我们就会去把它想象出来 然后慢慢的好 主意把它就是画草 画完草图之后呢 慢慢把它做出来 像这个的话 来 大家看一下 这边看一下 这边看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那个西洋龙的造型 然后我们这里面的石头呢 就是拉长石 拉长石就是月光石 就类似有点月光石 它有光云 看起来有点神秘感 你神秘感 你要赋予他什么样的神秘 我那时候还想很久 我想说 我最近看了那种 驯龙高手 就想到那种西洋龙 对对对 西洋龙 我们要怎么样结合 他那个造型 然后把那个龙的神秘感 做出来 然后呢 就慢慢的翅膀 头型 然后 他身体要用什么样的造型 然后去结合 然后有他的意识形态 这个呢 都是还要用什么样的技法 把它做出来 然后把它固定起来 这个都是我们在设计的当下 说一定要有的一个概念 但是在这种概念的话 我们都是说日积月累来的啦 对 所以有时候那个放空 其实它就是在构思的过程 对啊 所以你常常在那边发呆 对发现 对着石头发呆 对啊 对啊 因为常常我们家小朋友就说 妈妈你又在发呆 你看着石头发呆 在做什么 我就说我在想象 怎么设计 对啊 怎么设计 要把它怎么样呈现一个立体的图形出来 有没有在梦中给你启示啊 有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那这是常常的事情吧 因为怎么讲 当你要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啊 你必须要天马行空 嗯 好 你必须要去越南很多很多的图片 对 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啦 那要去越南 然后甚至于我还常带小朋友去故宫 去看看古文物 对 看展览古文物 然后我们中正经年堂常常常也会有一些展览啦 插画啦 然后那个什么红铁画展啦 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恐龙展啦 书画展啦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去涉略的 而不是说我只是做个珠宝设计师 我只要看珠宝的设计图就好了 可是你看的越多 有时候很多人会怕看外面的东西是不小心就模仿 就会被人家说剽窃别人的创意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乱看你知道吗 其实也不一定啊 因为你常常在看珠宝设计的东西 你久而久之你就会被定型 然后你就会去 不知道是不经意还是说刻意去 就在说这个史价很流行 你可能就是去模仿 就会跟风 对去跟风 但是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看设计的东西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独美工的 我们必须说西洋的历史 那个艺术历史 然后东方的 我们都必须要去涉略 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呢 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以前我们还学过雕塑嘛 所以我都是常常把一些 雕塑的3D立体概念 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 所以我的作品呢 你会发现说 它其实不太像一般的珠宝 它反而比较像是浴室珠宝类的 比较有立体的概念 所以我在讲会有这种状况 很多人都是因为是初学者 对不对 所以他很容易就看到什么 他就学什么 就做什么 就没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设计感 那也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你要设计出一个风格来 一定是日剧月累 然后再慢慢塑形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成功的 就是说我们要踏进每一个专业的理念 然后模仿是很重要 像以前张大谦 临摩嘛 对张大谦他的画 他以前也是有临摩 我们以前古人 黄金坚 那谁谁谁的米弗的他们的画作还有他的书法 他也是慢慢从临摹当中慢慢开始找出自己的风格来 这个过程很重要 没有办法去歼免他这样子 不过成为一个设计师 他的好处是不是他不需要语言 直接看图片就好了 就是比如说你看国外的作品 你也不需要看他的一些太多文字叙述 你可能直接看他作品 就可以激发自己的一些想象 对啊 因为其实一件好的设计作品 他就是赋予这件作品生命力跟灵魂 作品就会表达 对注入他的灵魂 所以会由内而外的去感动你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是做的非常的一鸣惊人 或者是说把一些表象好做出来 你才会去感动人 其实有时候你的设计理念 融入在你的作品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说话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在旁边附加说明 或者是说你要在旁边滔滔不绝的这样说 这个才是一个很成功的设计 好我们来看你另外两件这个得奖的这个作品 对 这个都是大陆的一个比赛吗 对对对对 像这一件作品的话 他的名字叫依靠 依靠的话呢 这个我就是一个家庭的概念 爸爸妈妈跟小孩 好然后呢 因为我们身处在台湾 然后我这个蓝色的宝石呢 它叫台湾蓝宝 那因为它有半年 我们就另外再称它叫画宝 那个台湾蓝宝就代表说 我们台湾的一个就是形象 然后呢 我们就是这里嘛 四季如春嘛 所以我就用珊瑚花去做一个诠释 再来呢 我们就是把一个家庭的概念做出来 因为父母 坚强的肩膀 就是我们小孩的 对就是小孩的依靠 所以呢 相对的呢 我就是把这个概念 然后融入在我的作品里面 所以我当初这一件作品 然后去参展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协会的那个副会长啊 在他们打月阳电话 从北京打电话给我 他说你这件作品真的是很棒 他就说可以去感动我 就可以想象说一个就是那个家庭 那种和热融融的概念啊 在里面 而且那个台湾蓝宝 有点像台湾的形状啊 哎呀 倒下来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要就是 把他那个海洋的形象 好塑造出来 所以你看到这种作品的时候 又有珊瑚嘛 珊瑚又是海里面的那个珠宝嘛 所以相对的时候这件作品 然后你就是想象空间就会很大 所以像乍看起来 有时候真的设计也不需要 一定很复杂对不对 对 也不需要很高尖的技巧 有时候就是你的搭配 那但是搭配这种东西 就是说你的文化底蕴 很重要 对很重要 所以你必须时时刻刻 读书自己多看书 然后多看图片这样子 对啊 我这样整体看 好像他的一些设计的元素 并没有塞得很满 就是东西并没有很多 对对 所以相对我就跟你讲说 这件这件作品呢 我们要诠释是什么 我们要告诉我们要的名字 就是依靠它有没有想象空间在里面 然后呢 那个小鸟 我们就是用巴洛克珍珠去全市 然后这个小鸟我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到 因为我们要看找到那种尖尖屁股的那个珍珠 应该很少见嘛 对不对 因为刚好形状是 对对对对对 就找了好久才找到 所以相对的好这一件作品的话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有那种家庭和乐融融的感觉在里面 得奖之后是不是就会有人开价想收购 你就会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 就会有点纠结 当然啦 当然希望说客人可以高价收购 那是最好啦对不对 最起码就是说 因为我们可以打响我们自己的名号啦 但是重点就是说 这件作品你要有懂得你的人的作品的人 然后来收藏 那意义就非凡了 所以还等待有缘人 对对对 才会在你手上 对对对对 希望他也找到他的主人 好我们来看下一件 好这一件作品的话 他就是他的名字叫江南春 江南春 你们很特别 这样看得到吗 有很像江南的意境 对江南的意境 春暖花开嘛 对不对 春暖花开的时候呢 他的颜色呢 你看有那个金色的珊瑚啦 还有这个 我们这个是黄匪跟红匪 然后做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也是台湾蓝宝 那上面的小鸟是什么小鸟呢 就是我们台湾的蓝雀 就是我们台湾的国宝鸟嘛 对不对 我就是会把一些台湾的元素 融入在我的作品里面 因为毕竟我们是放 不是放眼台湾 而是放眼国际 是 对所以相对的说 放眼国际的时候 你要让人家认出 你这个东西是来自于哪里呢 所以呢 我就是把 刚像刚才这个依靠一样 我就把台湾蓝雀 用台湾蓝宝来做一个诠释 然后设计出他 设计出他一个主题的概念出来 这件跟上一件比 好像感觉又更丰富了 对不对 包括你加了很多那种永生花是不是 对永生花 因为一件作品 我希望我的作品 不是只是佩戴在身上的一件饰品而已 我希望说 你不戴的时候 他在家里呢 也可以像我这样 表框表起来 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呈现在我们就是说 大众的面前 这种概念 我是说今天你收藏的不只是一件饰品珠宝 而是也是它相同 它也是一件艺术品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好我们来看这件 其实它空旷的地方还很多 那你在设计的过程 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 因为好像也可以再加一点东西 对不对 如果我们贪心的话 就是还可以再把它边边角角 还是加很多元素 对 就可能很多人就说 你怎么没有香满钻 那花旁边 然后给它香钻 放得更多 或者是弄几朵花这样 但是因为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我这一个主干 它是夏威夷金珊瑚 我们珊瑚 我们印象里面就是红色 粉红色 橘色 白色 对不对 金色珊瑚 它这个是在夏威夷中途岛 在那一个地方 才会有生产 可以采收到的金珊瑚 但是它那个 华盛顿公约 现在是禁止开采了 所以它相对的 它是一个可以收藏的 一个珊瑚 可是你把珊瑚 之收藏在家里 你最多你也只是 把它放在保险箱里面 可是我觉得这样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是在 就是说客人在购买的时候 我就顺便帮它设计一些 这种像我们江南村 这种概念 比较有情境 对比较有情境 就是等于说 它除了收藏价值之外 它还可以佩戴在身上 就说这是我收藏的东西 我还是有经过设计的 对不对 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件饰品 一个属于你的风格的饰品 带在身上这样子 那你设计完之后 你大概会放几天 放空一下才决定 这个作品已经完成 像这一件作品的话 我放了半年 才确定 才确定 因为那时候图 其实草稿我没有带来 画了很多 就像大概说的 琳琅满目 就画得很丰富 对很丰富 就觉得说 春天的感觉是 要花花草草 生机蓬勃 对生机蓬勃 可是呢 我就是把藤蔓花草 用沙夫来 它是绿色的 简单那个藤蔓 把它做一个形象出来 然后呢 在花的话 然后就是说 用两个不同层次的 那个翡翠 然后把它这样子 诠释出来 有深浅 所以你看我的作品 它是立体的 就像一件雕塑品一样 而不是说 它是一个平面的 我觉得这个概念 就是说 我一直要去强调了 所以可能就是说 我为什么这件作品 可以得奖 是因为 它的概念 跟我们一般的珠宝设计 是比较背道而驰的 因为一般的珠宝 就是说 你要相满赚 或者是说 你要凸显 它这件宝石的架子出来 而我不是 我是说 以它设计的概念 然后就是说 把我的主题凸显出来 这个是我比较去诉求的 所以我跟人家 一般的想法 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 整体的颜色很素雅 因为很多人看宝石 都会喜欢看 大红 大蓝 大绿 什么 颜色一定要很鲜艳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觉得 这个 刚才跟您 跟大哥强调 就是说 我们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融入自己的风格 不是说 人云亦云 人家觉得 过度追求色彩 对 或者过度追求 说我们要接地气的设计品 因为其实 比赛的作品 你就是必须要 把它 就是主题 融入在你的设计里面 而不是说 你一定要赋予它 就是说 很贵重的价值 或者是说 它花花草草 很缤纷的感觉 所以我江南春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那个春天回南的时候 它那个花刚绽放 所以要叫江南早春 所以花正要开 但是还没开到大红大纸 但是你看 我们台湾蓝雀旁边 有一个小母鸟 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把一些 感情的因素 融入在里面 母子 对 然后就是有那种 感情依偎的感觉 有温暖的感觉 不是只是花花草草的温暖 然后一个动态 形象味把它做出来 这样子 好 那雨婷又有带一些 你的作品集 是不是有给我们看一下 好的 这一件作品 是我跟我们台湾 那个设计师的 就是我们的百搭设计师 一起做的时候 做的合集 对 然后这里面呢 在第一百页的时候呢 就介绍 两件作品 两件作品 应该不止 在后面还有 就是说我用那个 美工的一些 三地立体的概念 去设计的啦 还有就是 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 做的一个童花 恋恋童花的概念 就是我们台湾的五月雪 是不是很美 对不对 像这个的话 我就是全是一个 那个童花的概念 然后这个是一个系列 这是一个 一个系列 就是小鸟 其实也是强调一个家庭 展翅高飞啦 好 你在每一个人 就是在展翅高飞 在世界上啊 我们再怎么样的 飞黄腾达 我们最后的归宿呢 都是一个家的概念 是一家 对 一个家的概念 一个鸟巢哦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回归 回归平淡 然后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怎么 在外面 再怎么样 渲烂 然后到 什么样 专业的天花板 到最后呢 还是终归要回归 家庭这样子 这些都是 我都是早期 这几年的作品 然后把它集结起来 然后 听众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个在数据都买得到 OK 对 我在介绍 这个是 中国宝石杂志 这是在内地啊 就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杂志 然后那里面呢 也有就是 介绍我店里面 这个是我的咖啡馆 是 我们咖啡馆 那时候咖啡馆 在开的时候 这一个 一些 一些那个照片 因为我不是说 只是在卖主宝 然后我就连 店里面的橙色啦 还有它那个质感 然后我一边把它出来 喝咖啡啦 还有茶呢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艺术品可以看 就加了很多 自己的设计感 对 然后呢 这个也是 我金属线编织 就是教学的作品 还有一些设计品 然后也在这里 也在这里面 来 这边全部都是 就是融入在我的一个个人的那个介绍里面 就是也蛮感谢当初 就是天里迢迢的跑到 跑到那个北京去啊 那也是遇到贵人 他们就愿意去帮助我 让我在那个北京有那个立足之地 然后这个就是 我的一篇那个设计品 这个呢 就是里面有我的专栏 然后那时候是 那个老板啊 总编辑啊 他就说 你来做一个专栏 就是除了介绍你自己作品之外 也可以就是把你的那个金属线编织教学啊 的内容啊 就在这边 然后就做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介绍 然后教我们那个 我们这些 应该是书友们嘛 可以在家里 也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DIY 自己DIY 对对对对 那所以这个慢慢开始就是做我的一个教学的铺路 好 最后雨婷我们来讲这个 这将近快三年的这个疫情 你觉得对你设计的那个理念或想法有没有影响或有些什么改观 我觉得就是影响是蛮大的 因为毕竟说连出国都没办法出国去做一展览啊 因为我们出去展览就是以设计师名义啊 就去做连展啊 或者是国际设计师连展 香港澳门啊 北京上海这样跑 然后就相对的收入也会减少很多 然后有一阵子也是蛮沮丧的 对啊 因为毕竟台湾是比较小众的市场 对设计师的那个包容度没有那么大 所以海外市场还是蛮重要 对对对 可是你增加了很多时间放空 没有激发你一些对设计的新构思吗 其实在这一段期间我还创作了蛮多作品 我还是持续不断的在做创作 对 就没有空闲 因为毕竟就是也要去照顾家庭嘛 所以相对了说在家庭跟事业部分 然后我必须要做时间管理大师 但是就是以家庭啊 不是那种感情方面的啦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要必须要去做调整 哎 国外我们不能去了 那我们是不是在找国内的市场 做教学啦 做市集啦 这些部分呢 现在都是我的重点 对啊 那我看你前两天就跑市集嘛 对啊 常常在跑 对啊 常常在跑 就带着你的这些 嗯 就是手作的作品啦 然后去那个华山市场啦 那边送烟啦 然后中心文创市集啦 然后就是一些就丢丢打我们宜兰的市集啊 我也是到处在做这样 那如果遇到想要讲价的客人 你会有耐心去跟他好好解释 这个不是什么廉价的异品 这个是有点设计感的 呃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说我们用朋友的方式 好去跟他聊聊作品 为什么要做些东西 那他的价值在哪里 通常会想要看你东西的人 然后就不会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 还是有点程度的人才会欣赏这些手作 应该是说他认同你的理念 他才愿意去看你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沟通很重要 嗯 好谢谢陈宇婷 请问我们介绍他设计人生 谢谢主持人 谢谢